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這集比較像環語收起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先讀標題給你聽 The tongue-eating louse does exactly what its name suggests Tongue就是舌頭 它的發音有點tricky T-O-N-G-U-E G-U-E沒有音 一般英文字裡面G-U-E結尾的字 都是沒有發音的 好比說像這個字 以前一個朋友他還會把它唸成 Ligal 就是League 那個G就這樣子 沒有G-U-E U-E沒有音 所以前面那個舌頭就是Tongue 那你要發一點點G的音行不行 這個大概我覺得會有人說不行 可是說真的這種NG結尾 當然在這個字裡面並沒有結尾 因為後面還有其他字 但如果NG走在一起 台灣教那個KK音標會說它是什麼 馬桶音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講 但以前我學KK音標的時候 我們叫它馬桶音 就是一個嗯的音 然後就沒有任何的發音在裡面 像舉另外一個字給你看 例如說力量這個字 你看裡面是不是有NG 我們台灣就會唸成Strength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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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沒有音啊 可是我自己去仔細聽外國人在講的時候 這個G他們真的會很快 很一點點的帶一下Strength Strength 那個G的音有一點出來 好我一開始糾結在這裡好像有點離太遠 但不管舌頭Tongue Tongue League Strength Strength 這樣 好大概知道 所以Tongue的話你多了一點Tongue的音 我覺得都不會過的 好回來這裡 Tongue eating Louse 所以這個Tongue eating就是吃舌頭的 Louse是什麼東西啊 獅子 就是頭上長頭獅那個獅子 不是那個動物草原上的那個 那個萬獸之王獅子 不是 所以這個獅子那種小小動物跳跳跳那一種 它的複數我們比較常看到 它的單複數的變化很有趣 Louse變成了Lice Louse跟Lice 好 那所以它是一個吃舌頭的獅子 那它做的事情呢 就跟它的名字一模一樣 它的名字就是吃舌頭的獅子 它的行為就是吃舌頭 所以我的標題 我應該會用這個當標題 就是 竟然有一種寄生蟲 能夠把宿主的舌頭給吃掉 然後取代它 我們接下來要看比較 這個有畫面的東西了 如果你 現在正在看 然後你不想看太噁心的東西 我建議你先不要看一下下 我們呼一下就過去OK 就是一隻魚它的嘴巴裡的舌頭 真的變成了一個寄生蟲 你想像一下 你的舌頭 你的舌頭 被寄生蟲吃掉 然後寄生蟲變成了你的舌頭 取代了舌頭在它的位置上 然後做你舌頭做的事情 Can you imagine that This is This blew my mind OK It blows my mind Still 好我們要看囉 你不想看就跳過去不要看 好一二三 Boom就是這個樣子 這隻魚 喔看我的不舒服 裡面有一隻寄生蟲是它的舌頭欸 Fuck 好畫面結束了 你可以回來了 喔現在全身雞皮疙瘩 讀一下它的圖說 This parasite 其實也不用圖 下面也是一樣字 This parasite Detaches the fish's tongue Attaches itself to the fish's mouth and becomes its tongue OK 所以parasite這個字 應該不會不熟悉 為什麼這麼說 前年是不是啊 還是大前年 我都忘記了 那個韓國的電影 寄生上流 它的英文片名就叫做parasite 因為它就像寄生蟲一樣 寄生在那個人的家裡 你知道齁 所以這個parasite Detaches the fish's tongue detach就是把什麼東西給 拆開 讓它不是再黏在一起 attach只是黏上去 所以寫email的時候 給你一個附件 叫做attachment 那你跟人之間的親密 依戀關係也叫做attachment 我記得我們曾經講過這個字 就你有各種不同的依戀關係 你是屬於逃避型的啦 還是屬於焦慮型的啦 你應該有聽過這些心理學上的詞 那這些依戀關係 我們都叫它attachment attachment 所以這裡說的是 這個parasite會把他的魚的舌頭 detach掉 然後再把自己attach到魚的嘴巴裡 attaches itself to the fish's mouth 然後它就變成它的舌頭了 becomes its tongue 好我們不要再看一次那個畫面了 好我們讀一下裡面的內文 It is the stuff of nightmares or science fiction 所以這玩意兒根本就是噩夢的玩意兒 或者是科幻的 所以science fiction是科幻應該沒問題 nightmare就是噩夢 所以一個parasite that wants to get inside an animal's mouth where it attacks and replaces the tongue 所以一隻parasite 會想要進到一個動物的嘴巴裡 那它就在那裡 會攻擊並且取代舌頭 所以在嘴巴裡 where在嘴巴裡面 in the mouth it attacks and replaces the tongue alright so that's incredibly specific 所以這好細節喔 terribly icky job of the tongue-eating louse 所以這就是這一個非常清楚 非常細節 講得那麼清楚 取代舌頭這個功能 以及很 terribly icky 的這隻louse 的工作 這個 icky 就是 sticky 是黏黏的 那 icky 這個字 竟然就是 sticky 這個字 多加了一些不愉快的感覺在裡面 你看單字還有這種有趣的變化 它多加了一個感覺在裡面 變成一個長得還蠻像的字 so sticky 就是黏黏的 再一次 icky 就是 unpleasantly sticky 這裡真的是這樣 不是我糊弄你的 unpleasantly sticky 所以黏黏的不舒服就叫做 icky 你今天 I don't know 你今天去 假設你去參加那種路跑 然後有噴那個粉在你身上 還記得八仙樂園的塵爆 然後噴那個粉在身上 結果不小心下雨了 啊 然後你全身就黏黏的 Oh that's icky 這樣子 Icky 所以多學一個字 不舒服的黏黏的叫做 icky 如果單純黏黏的叫 sticky Cool All right 然後我們再看下去 Luckily for humans the isopod doesn't affect people 所以所限的是這個 isopod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這個字的 開頭的一個概念 就是一些自首自尾的 我比較少講這個 但今天看到我們就說一下 你只要看到 iso 開頭的字 就是等於的意思 equal的意思 你可能會想說 我懂籃球 籃球有一個 play 叫做 iso 那個 iso 是一對一 怎麼跟這裡講的 iso 不一樣呢 Well 那個 iso 是 isolation Isolation 是獨立東西出來的概念 所以那個是完全不同的字 OK 可是好像你也可以去理解為它是對等的 因為那個那就單打一對一 那一對一就是你跟我 所以我們兩個還是 equal的概念 或許你可以接受這個說法 所以 isopod 那 pod是什麼東西 pod結尾 只要 pod結尾 大概就跟腳有關係 足啊 OK 足球的足 足夠的足 同一個字 所以這個 isopod 就是翻譯成等足類的動物 也就是左右邊呢 它的腳的數量是一樣的 右邊三隻 左邊三隻 右邊四隻 左邊四隻之類的 所以這個叫做 isopod 它的確叫等足木 界門岡木科屬種的木 OK 界門岡木科屬種我應該講過 但我最近的新觀眾比較多 我們可以再處理一下 界門岡木科屬種有一個 科屬種有一個方式來背 一個小口訣 界是動物界 所以 Kingdom 動物界 Phylum 我可以先把那個拿出來 那個背的口訣拿出來 這樣我也比較好記 說實在 所以它的口訣是 King Philip Philipp Philipp 親王之類的 Philipp 我打錯 Philipp King Philip came over for good soup 所以 Philipp 國王 來喝好湯 所以 King就是 Kingdom 就是剛講的這個王國 Philipp 就是 Philem 這個子彈你要額外擠 沒辦法 所以這是 是門 所以界門 Can變成了 Can變成了class OK class 界門岡 所以class是岡 木就是 不是over 上面是over 這裡要變成order 所以它是等 isopod 是一個order 就是一個界門岡木 就是木 那科 科就是 F 上面是for 這裡是family 所以 貓科動物 就是cat family 像老虎 獅子這些都屬於貓科動物 你就可以說他們都belong in the cat family Family就是科 那鼠是genus 然後最後soup就是species 就是物種 物種可以唸成species 也可以唸成species 都是對的 所以 Kingdom Philum 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Species 搞定 上面這個就是乾淨的版本 還有骯髒的版本 例如說 King Philip came over for gay sex OK 或者group sex 好 隨便你了 所以這個 稍微記一下 可以幫助你記 界門岡木 科屬種 科屬種 然後 咬字 不夠清楚 Anyway 所以 等矚目 OK isopod 它們就是同樣一個 它就是屬於一個order的這樣子 好的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所幸的是 這個isopod 剛剛說的 它並不會影響人類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的舌頭 被這個parasite 給取代掉 太好了 但是這個大西洋裡面的一些魚 Croker 以及其他的fish 就比較沒那麼幸運 They are less fortunate 因為他們的舌頭 會被取代掉 OK 所以下面又講了一次 所以它變它的舌頭了 Yeah Alright 那像剛的croker 這個字 看一下下好了 Croker 這croker 其實就黃花魚 黃魚的概念 Croker 但是我們特別講一下 Croker這個字 你把那個er拿掉 只講croke的話 這個字比較常見到 Croker 我還真的也是 沒有看過這種魚 因為我也不吃魚 說實在 Croker是青蛙 或者烏鴉的叫聲 所以你有時候看一些 電影 電影集之類的 你如果開了那個字幕 它的字幕可能會說 現在有什麼動物在叫 那這個動物在叫的時候 可能它就會用Croker Croker 這樣之類的 它是叫聲 他們是用這個字來代表的 所以Croker 青蛙或者烏鴉的叫 青蛙叫Frog 你知道烏鴉叫做Crow OK 所以Frog跟Crow 是這兩個不同動物的名字 今天真的是環宇收起 講一些動物多人事一下下 好 所以這邊再看一下 The parasite then feeds on the fish's mucus It also happens to be the only known case where a parasite functionally replaces a host's organ 好 所以這個parasite接下來就 Feed on這個魚的 mucus 這mucus就是身體裡產生的黏液之類的 像我們流鼻涕之類的 那個都可以叫mucus 所以它吃它的黏液就能過火 而且這也正好 所以這個parasite也正好是唯一一個 我們所知道的案例 It also happens to be the only known case 就唯一所知道的 被知道的 所以用一個known的案例case 在這個case中 一個parasite在功能上 真的取代了宿主的器官 所以它真的變成魚的舌頭了 所以魚可以 它可以當成舌頭來使用 我也不知道魚的舌頭可以幹嘛 說實在的 能夠舔東西嗎 或許可以吃食物在嘴巴裡 可以撥動它一下 然後讓它咀嚼比較簡單 可是魚會咀嚼嗎 我也不知道 好了反正它真的功能上 取代了它的器官 它的舌頭 所以functionally就是功能上 replace是取代 host就是宿主 它也是主人 所以你先去吃飯 那這個家裡的主人 就是它的host 所以主持人也是host這個字 那organ就是器官 所以它能取代掉的器官 可以 所以後面大概就差不多就這樣了 其實我們今天這一課算是比較簡單 但是 是個蠻有趣的內容 希望你還蠻喜歡的 我大概可以 我想再補充一點點 就是 因為好像今天 對不起 我剛剛要跳過一下 這樣有點短 所以我們把前面這個suggest 再多說一下下好了 我再讀一次標題給你聽 The tongue eating laws does exactly what its name suggests 所以這個laws 它做的就是它的名字所suggest的事情 suggest怎麼翻譯 我們一般把suggest翻成建議 例如說我建議你去看醫生 我建議你減肥 你可能太肥了 我建議你增肥 因為你太瘦了 所以建議叫做suggest 當然還有recommend advise 這些都可以叫做建議 難道這裡翻成建議嗎 這個laws 它做的就是它的名字所建議的 這個建議翻起來會很奇怪 所以suggest這個字 有時候在托福亞斯的寫作裡面 你可以拿出來用 例如說 托福裡面的reading說什麼 speaker則說什麼 他們提出的意見說什麼東西 你也可以用suggest這個詞來用 所以我把它打一下 例如說你在亞斯的托福裡面考試的話 你就可以說 the reading passage suggests that 然後結下去 所以這裡一樣不會翻譯成建議 而是翻成提出論點的概念 OK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吃舌頭的獅子 那它的名字 它所做的事情 就如同它的名字提出的想法一樣 名字提出的想法就吃舌頭 所以或許這個翻譯中文還是很奇怪 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suggest這個字是可以這樣子用的 所以你的名字suggest的一個什麼概念 並不是建議 而是你的名字 是提出了一個什麼概念的 而不是建議什麼概念 好我解釋到這裡大概真的夠了 不然就真的是over-explained OK 所以我們把今天的東西複習一下下 我剛剛說的 GUE開頭的字 GUE是不發音的 所以你不需要把GUE唸成什麼 GUE什麼之類的 Tongue League 叫聯盟 或者strength 多一點G的音真的沒關係 因為外國人都這樣子唸 strength OK 力量 好 然後laus是獅子的單數 複數是lice suggest剛剛提過了 suggest其實有一個特殊的用法 就是它不能夠加不定詞 不過我們下次再說好了 今天這樣子有點長了 Icky則是黏黏的 而且是不舒服的黏黏的 so sticky就是黏黏的 Icky就是unpleasantly sticky Croker叫特殊一種魚 就黃花魚 要不要給你看一下 我記得我剛剛有好像找一下 Croker長什麼樣子 沒有 Crap 沒關係 我只要找一下給你看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找Croker的話 就這個 OK 那寫出來是黃花魚 就長這樣子的魚 OK 好 沒什麼了不起了 看完就算了 好 然後再來Croker 剛剛說 如果你把Croker的部分拿掉的話 只有講Croker的話 是青蛙或者烏鴉發出的叫聲 然後剛剛這個動物 叫等竹木 你大概不用背這個字說真的 你稍微把ISO開頭記一下 叫做Equal OK ISO的開頭的字 它代表的是等於Equal OK 那Pod則是那個叫 Pod 好 然後剛剛教你背了 這個劍門鋼木科屬種的背法 所以菲利普國王來這邊喝好湯 或者來這邊搞Gay 做愛 King Philip came over for good soup 所以把這些字拆開來 就變成 Kingdom Phylum 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Species 然後Mucus最後這個字 就是身體裡的黏液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